观众朋友晚安 欢迎收看2月3号 星期二晚上11点 运通财经台制作的股市晚安报 我是郭凯 节目开始先关心 今天台北股市的表现 台股扬升方案 有晚间最新的消息了 金管会发布了最新的一个消息 开记者会 主委曾明宗表示 台股扬升方案将从8月3号开始 现行7%台北股市的涨跌幅限制 放宽到10% 并且取消自然额单户 单股融资融券限额 改由券商自行管理风险 这是今天晚上的最新消息 而在美国股市四大指数 是昨夜是收高的 台股也受到激励 加上外资期限货同步的做多 一开盘 电子全职股也走强 速化跟进 指数一度的收复 五日跟十日线 最高是触及了 9460点 不过因为农历春假 长假接近 市场态度比较保守 量能依旧维持在 七百多亿 收盘加权指数是上涨了 六十一点七四点 收在九千四百四十八点七三点 成交量七百五十七点二三一元 情人节春节还有二二八年假 轮番的上证 百货股笑纳忘记商机了 同一操盘中上涨百分之五 最高来到了两百五十九元 再创挂牌新高 带领百货股通起来 富邦媒F台南涨幅超过百分之三 内股指数收涨百分之二点二五 荣登涨幅王宝座 今夜重大财经讯息 台股交易制度三大变革 金管会主委曾明宗正式宣布了 放宽台股的涨跌幅限制 从目前的百分之七 放宽到百分之十 这也是二十五年来 首次的调整 其次是扩大 当冲标的范围 从现有的两百档 放宽到三百八十档 最后则是个人 个股的融资券限额 全面取消 回到券商来自行做风险控管 金管会也评估了 券商调整系统时机 预计最快今年八月三号上路 股王大力光公告 签订总金额41.47亿的 新厂营建工程合约 建厂工程由上市的营造商 根基取得 大力光指引长林恩平表示 今年手机动工建厂 2016年底完工 如果再加上 无城市设备进驻等工程 预估2017年初 投产并且贡献营收 产品目前规划 仍以智慧手机镜头为主 定星传出决定要弃守台湾之心 鸿海出手抢亲 台湾之心举行董事会 据了解决定出售台湾之心 50.1%的持股 同时透露潜在买家 除了中华电信远传之外 另一方势力是来自于 鸿海旗下的国籍电子 显示鸿海抢亲台湾之心 消息首度浮上台面 欧美各国基级的布局5G 国立台湾科技大学 与中华电信 邀请国际通讯标准制定组织 系统探讨了5G的通信技术 其中网路功能虚拟化 等相关的国际标准制定议题 期盼台湾能够抢先布局 在国际局的发声权 农历年前补库成草出现了 加上先前因为油价狂跌 导致中下油业者 普遍的库存不高 塑化业业现阶段 已经开始拉货潮浮现了 塑化今天是由台塑家族的 南亚领军 大涨超过2.5% 台化台塑化也上扬1.5% 带动二线塑化股台本 大涨半根停板 国桥台聚连城等 同步的寒渣 反在起货的布局 以及三大反的买卖超盘名 外资是买超75.7亿 持续站在买方 而投信是买超了3.1亿元 经营商也买超了7.41亿 总计三大法人 同步买超了86.20亿元 详细数字一同来关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股期货部分 是以9464点做收 上涨了44点 与现货相比较 正价差15.27点 筹码面部分 外资空单小增了871口 近多单部位是来到 一万六千两百三十一口 投信多单小增了两百一十九口 近空单部位是降到四百九十口 经营商多单增加了一千七百四十一口 近空单部位是降到了四千一百五十八口 中计三大法人多单增加了一千零八十九口 近多单的水位还有一万一千五百八十三口 这是台北股市表现 外资法人观点部分 由于去年电子股表现抢眼 美林政权认为 许多投资人今年在个股选择上 将更加谨慎 此外今年各厂商的获利成长 可能会趋缓 因此对于电子股再度缴出亮眼的成绩 是态度保留 以电子硬体产业来说 看好鸿海 华硕 台达电 与大力光等个股 比较不看好可乘友达跟联夏 近期多数外资 普遍看好网家当上电商龙头 其中李扬证券就认为 露天拍卖是网家 未来几年的营运金金母 卖格里证券是力挺网家 成为电商股王 美林也对网家是抱持正面的态度 三家外资都推测 股价估值都看上了四百元以上 野村证券认为 台数四保受贿与油价的走低 今年下半年获利看俏 其中最看好台数台数化的后续表现 给予买进的平等 目标价分别调升到九十五元 还有七十七元 中立看待南亚 目标价也调升到七十元 台化则是给予中立的平等 目标价调降到七十四元 这也是今天台北股市的强弱事故 股市涨跌变化 就像天气一样股市西向台 今天出太阳的偏多讯息 身为金控获利王富邦金控 去年大赚了超过六百亿 今年的年终奖金最优秀的 可以拿到十七到十八个月 创下了金融业的新高纪录 同样去年获利创新高了中信金 还有玉山基 年终奖金也比往年大幅增加 基优员工的年终上看十个月已杀 大陆的玲珑轮胎泰国工厂失火 国内的轮胎厂包括振兴建大 渴望受贿转单 还有轮胎价格调涨的效益 建大表示轮胎价格 自去年底已经调涨了两波了 这是大陆的轮胎厂起火 市场的声浪渴望要含涨12%左右 上营科技的财报透露了 今年上营的员工年终奖金会比去年好 年薪制的干部最高奖金上开 12个月 月薪制的技术工程师 年终奖金也平均有2到3个月 比科学园区工程师两月年终奖金还高 同时3月起将启动员工的调薪计划 部分的调薪幅度上看10% 要以最好的条件 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才 市场观望逐渐消除 下游客户提货的意愿增强 中钢医院钢品出货业绩是很亮眼的 出货量达到82.4万公顿 创下去年11月以来的新高 优于预期 而风新本周的盘价 因为预期本周市场状况平稳 也开出平盘 IC设计大厂易龙店的指纹辨识产品 将抢先导入手机的应用市场 预计下半年量产出货 易容店原先规划指纹辨识产品 将先从最熟悉的底电市场切入 预计今年第二季末至第三季量产出货 手机指纹辨识产品将紧接着 在第三季量产 反而预估台新科下半年开始 业绩渴望秀惠于此公司的益助 今年业绩渴望大幅成长 带动晶元测试大厂台新科 今天早盘就大涨超过5.4% 创下七个多月以来的波段新高 以上是台北股市表现 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到节目现场 哈喽 我住在港历 看得到基隆港 还有好多树栏俱乐部哦 快来和我做邻居 让全家更快乐 港历2466-2255 森田药庄高纯度剥尿栓面膜 森田药庄 小带开心的踩着车 一家人欢欢喜喜的出去旅游 不妙哦 卫系安全带致死率 为有些安全带的5.6倍 安全带应该确实绕过肩部 以斜向通过胸前 小朋友要避免安全带传绕 并复使用安全带 应将腰带移至腹部下方 以免撞击堂害腹中的胎儿哦 安全带来新幸福 紧紧细处全家 谷高工具关心平哦 安全带长 桜ー PGW国际建筑团队 双捷运精品饭店宅 台北时尚 男士角捷运站旁 2948-6777 欢迎回到股市晚报前面现场 我是郭凯 新台币对外美元汇率 今天收盘升值6.2分 达到31.623元 兑换1美元作收 终结了连续4天贬值的局面 成交金额10.49亿美金 有关国际汇率数字 一起看看 中文字幕提供 国际重大的财经讯息 受惠于美国炼油业爆发 35年来最大规模罢工 加上美国的页岩石油业者 上周闲置了94座的油井 创下了28年来 单周停工最多记录 都成为近期油价反弹力多 带动国际油价持续的上扬 在上周纽约原油期货 飙涨8% 昨晚一度是上涨48% 续墙来到了50.56美元 美国一月制造业扩张速度 创了一年来最慢 一月制造业指数降到53.5 虽然仍高于象征景气融孤线的50 却是不如经济学家预测的54.5 显示出近期海外市场疲弱 正在抑制美国制造业的发展脚步 近期欧洲经济成长持续 是低于平均的一个趋势 国内的需求成长 整体而言也相当的疲弱 因此为了要提振经济成长 通膨率并且压低澳元汇率 澳洲央行今天宣布 调降现金利率一马 来到历史的新低2.25% 新利率水准将从2月4号开始生销 印度央行也宣布 维持基准利率不过是不变的 在7.75%的位置 符合市场预期 为了提振经济表现 印度央行三个星期以前 才宣布降息一马 因此政府本月底提出的 年度预算之前 市场预估可能不会采取新的行动 亚洲股市最新消息 亚股涨跌户界 上证指数是上涨76点 涨幅是2.45% 详细数一同来关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广告 华硕表示手机机要充1600万台的销售量 挺进全球前十大品牌 尽管第一季是淡季 副董事长曾羌生对整体的事况 依旧抱持正面 预期单季出货量 渴望达到三百万台的目标 台湾自通产业标准协会成立圆满成功 全场掌声如雷 因应全球发展 经济部正式成立台湾自通产业标准协会 邀集华硕 联发科 瑞育 鸿海 鸿基等高达50家企业 共襄盛举 首届理事长就选定 由华硕副董事长曾羌生担任 网络包括device的互联 我们会先从这些地方 先有一些成果出来 要借由各大厂的优势 从智慧生活 学习 交通 观光等创新应用概念 带领资通讯产业 迈向下一个黄金十年 曾羌生不只对此有信心 更透露集团下一步应运计划 大家在CES已经有看到我们新的Zenfone 2 这个产品会在三月份在台湾上市 大家应该还是会眼睛一亮 应该会在国际上给台湾带来不错的知名度 透露在CES展上发表的Zenfone 2即将上市 渴望扩大集团营收表现 其实华硕近期在大陆 马来西亚分别推出飞马机 以及Zenfone C等电挡机种 就是企图借此填补销售空档 达成单机出货三百万台目标 富士生陈介伟台北报道 记忆体大厂华邦店举办法说会 展望今年的事况 总经理詹东依旧认为 第一期受到淡季影响客户的库存 回补力道是比较疲弱的 加上工作天数减少 比较保守的看待 但是从三月开始渴望快速回温 全年业绩表现可以乐观期待 现场座无虚席 还有不少外资法人 就算没位置 宁愿站着也要参加记忆体大厂 华邦店访书会 公布去年第四季财报 虽然合并营收纪减百分之四 只达到95.65亿元 但税后净利来到10.67亿 EPS 0.28元 较前年同期的0.2元成长 2015年的华邦情况 一定会比2014好 而且华邦的生意 从业绩的成长或获利方面 我应该说会比去年更稳定更健康 由总经理詹东依亲自主持法说会 与子公司新唐高层一同出席 展望第一季他抱持保守看法 主要原因就是受到 淡季市场库存回补力道疲弱 加上农历新年工作天数减少影像 不过对于全年看法 他倒是很乐观 未来不管他那个大宗低远价钱怎么样 我目前看到华邦的订单 或者客户给我们的价钱 或我们的获利方面 我目前看到都是稳定的 汽车产业我们已经耕耘了很多年了 我觉得说今年或是我们开始 慢慢不断的开始收获 不为标准行低润线货价格持续滑弱 今年开始已经跌价约3.8% 华邦店预期 今年将以特殊型机体作为营运主力 加上去年推出的Namflash新品 进攻汽车产业 渴望撇开温水试矿 冲出高水准业绩 富士山城届委台北报道 新春车市创下了近四年新高 随着各品牌主力车款订单稳定 圆月新车挂牌数月成长超过一成 直逼4.8万台 其中又以和泰车站稳的销售冠军宝座 单月挂牌数顺利的突破原定的目标 车市开年扬眉吐气 延续过去一年的好成绩 圆月新车挂牌数月成长高达14.8% 年增8.3个百分点 来到47,986台 其中又以和泰车荣登销售王 今年在新车效应 及车商促销公司的双重助力下 今年的销售数字非常畅旺 社会新车上市 以及主力车款订单稳定 和泰车单月挂牌数 冲出一万五千三百五十八台的好表现 顺利突破原定目标 年成长以及月增率全都超过一成 不过如果单看成长力道 育龙自由品牌的爆发力也十分惊人 育龙自由品牌一月挂牌数 较上月翻倍 来到两千三百一十二台 另外育日车以及中华车 虽然在接单上没有突出表现 也双双脚出两到四成的增长力道 显见车市热度不减 富士生成届委台北报道 行政院长毛志国上任之后 首度出席了工商早餐柜 端出国内外创业计划 要延续台湾经济的发展潜力 理事长林伯峰也表示要支持 更在会中提出了15项建议 希望政府能够采用 协助产业走出台湾 快步走出会场 行政院长毛志国与多位财经阁员 还有远东集团董事长徐旭东等企业大佬 要一起为产业前景提供建言 公商早餐会提出15项提案 针对政府税务制度 青年就业 以及中小企业发展策略 表达力挺态度 强调行政院鼓励企业创新做法 过去被动留财思维 未来渴望在法规调整后 从海外国家吸引创意人才 移民台湾 有助于提升台湾竞争力 谢谢 去年经济的成长率都还不错 日子都顺着我们看今年 谢谢 我们努力嘛 我们要创新嘛 来突破 谢谢 去年经济成长率3.43% 创下三年新高 显示全球景气回稳 今年欧美刺激经济再下猛要 让各项产品需求有机会明显增加 政府有意打开产业国际能见度 工商业看法更是乐观其成 林志远 陈维佑 台北报导 半导体通路商大连大公布 去年税后赚进了57.9亿 年成长突破两成 EPS来到3.5元 财务长袁新闻指出 今年上半年 客户的通讯产品陆续推出 订单能见度是看到6月 业绩表现将同步走扬 国建董事长黄伟祥 IC通路商大连大法说会 由财务长袁新闻 还有行销副总林春节 稳住全场 除了公布去年获利创新高 好消息当然没有少 对上半年营运释出正面讯息 看起来上半年除了这个我们原先iPhone以外 看起来我们中国客户这边 陆陆续续的新机也在发表 那他们一路就会到西班牙电信展 然后一路延续到5月 大陆三大电信运营商的大标单下来 所以我想基本上今年上半年应该 我们看起来在相关 这些通讯的部分应该还是 一个荣景 去年营收4525.6亿元 首度突破4000亿元大关 EPS达到3.5元 在场法人相当好奇 有没有机会续创新高 林春节发挥行销专长 手上拿着手机 用大修智慧手表 强调物联网是未来布局重点 三到五年就会看到效益浮现 大联大公布第一季财测目标 预估在新台币兑换美元 以31.5作为基准 营收将介于1080亿元到1130亿元之间 纪减幅度渴望受斂在四个百分点以内 毛利率将维持4.4% 林志远 陈文佑 台北报导 植物保护及大厂隆登 去年的营运回稳 营收首度突破了百亿元大关 较出了年成长23%的成绩 董事会通过大陆天津厂产能扩充计划 强调新品上市 今年营收有希望达成财测目标 去年底全球人口正式突破72.09亿人 面对农地饱和 稻米小麦食用量却不断增加 植物保护剂成为业者 扩大产能的秘密武器 隆登董事会公布 完成现金增资5.5亿元 正式跨入固态肥料市场 那我们大概会尽量秉持 就是公开透明的方式 去跟居民这边做一些沟通 跟乡民这边做一些沟通 在没有完成整个 大家的一个沟通了解之前 我们不会说 直接贸然去做开工 北美 南美市场药剂用量 高居世界之冠 加上欧洲地区销售大有起色 大陆昆山厂产能接近满水位 隆登考虑扩充大陆产线 降低委外代工比例 目前在天津益骑厂区 大举增加实验室进行试产 希望满足未来几年生产需求 可以从一个厂 也很有竞争力的方法 由原料到包材 到研发 然后销售到世界各地 弹开去年财务报表 我们等本业开始回稳 让营收以106.8亿元 年增23.2% 登上产业龙头 预估营养剂新品上市 营收有机会挑战年成长两成目标 林志远 陈文佑 台北报道 以上是重大财经讯息 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到节目线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节日造正好 智产新亮点 书记号 8642-1155 当哈利遇到沙利 当红天雷遇到时尚笔电 善用工具 灵活运用 发挥最大获利 即日起参加红天雷 洋洋得力大方送 就可获得双一品牌 笔记型电脑一台 来电速播 022365 3255 多年来 我在台湾透过旅行 观察自然生态环境变化 看到了这块土地上 人们为永续发展 所付出的努力 让资源不在我们这世代耗尽 迈向绿色永续未来 哈喽 我住在港历 看得到基隆港 还有好多树岸俱乐部哦 快来和我做邻居 让全家更快乐 港历 2466 2255 外电消息指出 中国将全面开放游戏设备 生产以及销售 意味着Sony 微软等游戏大厂 将能够大举的进军大陆市场了 为了相关的供应链 红海 台大电 光宝科 还有群电的业绩 增添动能 国内非制造业占GDP的比重 是高达七成 是影响经济表现的关键 中华经济研究院就首度发布了 台湾非制造业经理人指数MMI 较上个月是上升了0.3个百分点 来到百分之五十三点九 是连续第六个月呈现扩张 国家发展委员会委托中华经济研究院 编制台湾采购经理人指数 现在首度公布 非制造业经理人指数MMI 南华住宿餐饮 营造不动产 金融保险 运输批发等总计高达八大产业别 两个指数都是反步的往上走 表示我们整个经济的动向 还是属于稳健扩张的情势 我们应该是全球第三个 有发布非制造业的 这个经理人指数的国家 那我们也领先了 我们所谓的我们的晋升对手国 韩国 新加坡 还有香港 在美国大陆之后 台湾成为全球第三个 发布NMI的国家 根据数据 一月NMI较上月上升0.3% 来到53.9% 连续六个月呈现扩张 其中又以运输仓储 金融保险业表现最强眼 电子资讯产业的反弹的幅度 是比较高一点 但是相对在服务业方面 就是非制造业方面 营件业的表现是比较弱一点 同时社会新增订单 以及生产指数大幅攀升 P&I也较上月增加3.4% 来到53.5% 反观大陆 开春首月P&I就跌破眼镜 瞎探到景气融枯线之下 创近28个月以来最差成绩 也显示对岸经济动能减缓趋势 似乎越来越明显 福利生成介维台北报道 IC测试大厂金元电 拿下了NFC龙头 N智谱七成的订单 展望未来反而就预估 今年业绩要挑战巅峰 营收有机会 冲高到各位数字的一个成长 反而也看好营收能够力拼180亿元 物联网云端概念是越来越普及了 政府推动网路革新 现在盯上了机关网站 行政院副院长张善正强调 未来不排除要用比赛的方式 借由社群力量导入全新的创意 经济部寄出50亿经费 打造智慧宽屏 应用城市服务计划 包含资讯服务业 物联网云端业者配合中央政策 多方并进 政府官网当然不能马虎 所以我们会找一些经费 做些奖金 然后鼓励社群尽量 把政府网站做到更好 挟着Google主管 以及科技部长经理 副院长张善正大力推动网路革新 未来不排除会用比赛的方式 希望借由社群的力量 加入新的创意 作为政府网站的一部分 出席产观学资讯交流研讨会 宏基创办人施政荣也是做上宾 物联网就是无所不在 不管在车联网 或者医疗服务 或者教育 通讯 家庭 城市 到处都是一个机会 对于各界好奇的新兴红机 到底有何构想 时阵容保密到家 只表示全新红机 年后就会亮相 另外对于物联网时代来临 它可以说是充满信心 强调处处有商机 福利宣城届尾台北报道 尽管大陆小米的红米机 持续热卖 并且扩大抢攻海外市场 但是高阶的手机 小米4的销售 却出乎意料的平淡了 拉货动人不如预期 导致部分的零组件 面临订单 行起火的一个状况 小米智慧家庭产品正式亮相 身为两大组装厂机的音叶达 积极的送样 争取订单 董事长李世青就表示 三月底前渴望明朗化 抢搭下一波居家智慧装置顺风车 根据试调机构IDC 去年第四季全球智慧型手机出货报告 前五名依旧被三星 苹果 联想 华为以及小米占据 值得关注的是小米的爆发力惊人 单季增长率高达178.6% 小米的强势成长动能 让身为两大组装厂之一的音叶达 前景一片看好 社会智慧手机平板事业表现突出 全年集团总计将冲出一亿台 年增42%的出货目标 这样还不够 更要把握住智慧居家商机 以目前的整个财务数字来看 我想还是用稳定两个字 来做一个简单的形容 小米智慧居家套装 在上星期正式亮相 因叶达错过第一班居家列车 董事长李施青强调 目前已经将相关产品送样 预计三月底前渴望明朗化 副生成届委台北报道 牵动两岸太阳能产业的 美国新双反中盘出炉 前世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 带动生阳科原月份的营收 比去年12月微幅增加 月增0.5% 另外一家大厂达能 一月的表现则是 月成长有1.5% 国泰金控去年并购效益浮现 全年大赚将近500亿元 写下成立以来的最佳记录 总经理李长根透露 为了扩大集团布局 宣布最大一波的人才培育计划 同时也不排除加码各项的 海外投资布局 满脸喜悦透露好消息 因为去年打亚洲被看见成效 光是海内外据点 内勤外勤加上储备干部需求 就高达7000位 国泰金控总经理李长根 在三位副总级高层 扮演强力后盾下 公布成立后最大一波的招募计划 今年整个会有大概将近7000个职缺 那么其中光整个专列幕僚 大概就会超过600位 那海外大概会超过200位 那当然这是我们整个计划 照我们过去的经验来讲 大概整个实际增财都会比 我们原来计划的人数稍微多一点 去年税后大赚498亿元 成为国泰金成立以来最佳获利成绩 加上立法院这个会期 通过银行法以及保险法 等五项政策松绑力多 把资本额40%投资上线 更改成为净值计算方式 扩大资金运用空间 李长根强调扩张海外事业版图 脚步没有停止理由 我们现在其实比较大的战略 是希望说未来几年里面 把整个从一个区域级的银行 跟金融机构的这个架构 慢慢把它架起来 我想基本上整个在海外发展过程中 除了自己制设据点之外 我想都有投资参股并购 几个方向我们都会一起来考量 立平获利超越去年水准 国泰金控不排除 未来各种合作可能 选择与南韩通讯软体LINE 推出行动支付服务LINE Pay 成为国内第一家合作银行 紧抓企业与消费金融市场大饼 就是要挑战营运高档水准 林志远 陈薇佑 台北报导 群创撤回了GDR 发行获得正期局的同意了 群创表示连贷资金到位之后 就不需要发行GDR 不会息事股本 细节将会在十号的法说会当中 对外说明 乐观认为资金将到位移民回温 带动现金流 金管会召开大数据会议 未来将继续公布各项金融资料 作为银行控制投资风险参考 针对台股扬升计划 已经正式公布 主委曾明中也强调 希望各界能够满意 找来证交所以及齐交所等金融机构主管排排座 金管会举办大数据 与金融资料开放会议 让散户可以掌握投资风险 但是外界还是相当好奇 台股扬升计划 什么时候才会正式对外公布 正在扬升 但是还没有升起来 有一些配套 一些细节必须做敲定 那基本上现在还在政绩局演绎的阶段 因为这说要快 但是也不能细节 必须兼顾了 那一些配套 相关周边单位还在演绎当中 那只要配套做好 那我就会找他们开会 那开会之后就会马上跟对外就公布 强调与国际化接轨 相关配套措施都还在搜集意见 目前与金融业者券商沟通 也透过脸书和一般投资人进行交流 希望取得最大公约数 端出让大家都能够受贿的具体方案 对于美国股市表现 与外资金流动向 当然也在掌握之中 没有太大的波动 不但没有波动 还创新高 主要是涉到国外 像EU 新加坡等等 他们有货币换装政策 所以钱有一部分 跑到台湾来 所以外资流露的金额 已经创历史新高 外资持续看好台湾 累计到1月底 贿入金额再创新高 来到1951.46亿美元 让曾明东显得劳神在在 表示台股具备竞争力 经过正企所规划完成后 正新方案就会准备 正式对外推出 林志远 陈薇佑 台北报导 太阳能电池场贸敌 受到美国新双反因素牵制 产品单价上不来 美股税后 从前年的小赚0.58元 转为亏损2.41元 公司会决意不派发鼓励 今年第一季 看来状况持续会比去年 第四季改善 FI美极急降低库存 同时也针对生产项目进行调整 希望今年的营运 能够加速转亏为宜 执行长杨玉富指出 透过调高产品售价 希望提高5%的营业收入了 强调今年低级表现 渴望比去年成渣 以风扇电暖器称霸 中国大陆以及日本市场 连续5年获利的FI美 平均EPS超过3块钱 但去年降雨时间拉长 造成消费者购买意愿 也跟着降低 库存情形严重 让营运首度出现亏损 希望透过产销体质改变 快速稳住正脚 它今年会占到我们全年的 公司的营额的55% 因为我们上半年是电扇 是足以商品 去年大举进军电子商务 营收从13亿元 大幅提高到18.5亿元 但是毛利却比传统通路 下滑两个百分点 加上大陆劳工成本 一年比一年上涨 不利毛利回升 爱美透露 今年要大砍三分之一 日本小家电产品输货项目 从350样产品减少到270个 利保销售金额提高5% 当然我们会看 整个气候的条件 一定会是成长的 今年要简化产品设计 把简单的机种 移到大陆酒浆厂生产 预估第一季营运表现 会比去年同期成长 挑战提前转亏为盈 林志远 陈维佑 台北报道 以上是精选的财经药文 广告之后还有更重要的 明日关盘 终点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机上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 现在申请 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 数位超一顶 生活更happy 大都会国际家具馆 大池摩天轮馆 冬日购物节 挑战全年最底价 精品家具一次都能买齐 很大很好逛 快到大都会国际家具馆 参加冬日购物节 交通很方便哦 碧潭山水 在门外天天上瘾 新店捡运 在身边来回穿梭 澳洲PTW国际团队 将游艇变建筑 碧潭水岸 捷运景观宅 双水欢 2913 1333 李财周刊与影家日报 hold住属于您的机会 现在订阅四期李财周刊 加一个月赢家日报 只要3288元 更多优惠方案 请立即拨打特付专线 0223926680 0223926680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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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恨你 爱不只是只是一句 我爱你 而是保护 欢迎回到股市晚安报 节目现场 道琼指数在一万七千点关前演出逆转秀 大涨一百九十六点 陆股也稍稍回文 加上新台币汇率早盘续升 让外资又想让热钱派对续湿的一个态势 台股开高之后 股王大力光 面板双虎都获得买盘拉台 台积电鸿海也表态了 让加权指数成功冲过九千四百点 震荡拉高 但是内资比较观望 成交量只有七字头 加权指数收盘上涨六十一点 以九千四百四十八点作收 收复了五日线跟十日群线 成交量时稍稍放大到七百五十七亿 明天该怎么选股 我们赶紧请到大陆肺口都非常熟悉 资深分析师 顾富仁老师为我们解析明天的关盘重点 顾老师晚安 顾看晚安 今天台股股市表现算是不错 有收温九千四 也收复了五日线跟十日线 明天的盘式该怎么看待呢 因为今天的盘式也很有趣 其实在大概十点以前 大概就是比较横向整理 它做完十年之后 开始往上做一个攻击的动作 连续两波就把台股整个往上垫 短线上看得出来说 台股也是气势非常的好 可是毕竟就是说 我们这边距离这个封关前 只剩下十个不到交易日的期间 自然而然我们的量会缩啦 这个量缩的情况 其实也无可厚非 尤其虽然是大家是说 好像是内置的部分 那这边的话 其实我认为大概最快的话 明天是礼拜三礼拜四 应该是后面两天 如果说在明天或后天没有放量出来 没有放量的话呢 那就表示说这个量缩就会一直缩到这个封关前 可是毕竟的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在这一波里面 他们对台股来说 或是对整个雅股来讲 他们并不会停止的买超 尤其是台股 因为其实以台湾的 我们的其实我们的内部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台股的架构是这样 我们是电子股 这当然我们的电子股 其实以国外的分析师来看台股的话 是比较好去做一个分析 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 比如说像Dale或是Apple 甚至于说Qualcomm高通 甚至于说有很多的国际大厂 其实他们的这个所谓的零属线 都是由台湾去提供 那你变成说以台币来讲的话 我们最近其实是非常稳定 为什么来提到台币 因为这一波的量化宽松的 尤其在欧洲这一边 它有一些所谓的欧元气的资金 因为欧元如果开始走量化 一定会贬值 为了要保值的部分 会冲向台币 因为台币其实过去证实 其实过去只要彭总裁在位的时候 其实都会看得出来 我们是很稳定的 就是我们不会急升 也不会急降 不会有任何意外 那对比较一些 属于保守性 而且因为我们台股的这边 台湾电子股 其实又有这个所谓的国际的水准 所以都跑过来挤台股 所以说这一波里面 我认为过年前 应该都不会停息的 那这个不会停息 意思就是他们还是会持续的加码 那撇开 这边来讲的话 近年的政策也看得出来 就是说我们这个金管会主委 也挑明的讲说 我们这边后面来说的来看的话 意思就是说 这边要放宽涨跌幅 今年8月份开始走 那我认为这个是好事 虽然说10%对于现在目前国际的股市来看的话 只有跟大陆一样 但是你不要忘记大陆发展的这个股票市场比台湾落后快20年以上 就等于说我们台湾这次的放高安 其实还稍微太慢了 但是有放比没有放好 那我认为其实这边来讲的话 其实尤其是这个所谓的 的融资的这个所谓的维持率有往上调了 然后呢也有可能会再加大这个所谓的限股当初 这些意思就是说 其实都可以去减少人为操控 这是非常好的 尤其是在这个涨跌幅县市一放大之后 这个所谓人为操作就比较 比如说我们盘面上会越来越健康 那表示说我们政策面就是做多嘛 那既然是做多的话 这个我们就不用过度于担心 那只是短线上呢 最近在观察盘面 比较没有明确的主流 那这个明确的主流 大概原因有很简单 并不是因为内置的关系 而是比如说像台积电 其实它还属于高档震荡 那更不要像讲说大力光前面来到2008 现在大概2760 比如说它也是属于高档震荡 你当然要去追大力光的人 一定不会太多 大致上应该都是属于外资或大型法人 那你说尤达跟其美有做一个 尤达跟群创有做一个整理 当然呢 它现在又开始恢复转强了 那盘面上比较的 有在股长的族群 大概就是剩下PA的 比如说3105的稳貌 那当然它跟同学科比起来 当然它是业绩差不多股价 六后一大截 所以开始做股长 当然其实在这个PA的部分 其实我认为 在反正我们财报 2月10号还没公布以前 我觉得都还会持续上功 因为其实我认为 他们以前业绩大概就这样 那就算苹果卖得再好 我觉得也都差不多 所以等于是反而是说 最近的这个所谓中小型肋股 要在2月10号以前 要稍微小心一点点 因为毕竟在于这个 所谓的月报公布之前 当然就是有一些做梦的行情 当然短线上我们优先来操作 还是以外资型的 就是比如说全职肋股来看看 因为其实以今年来看的话 以低认出群应该像 比如说华雅客的部分 应该还是能够再次的转强 因为最近低认的部分 也是修正的幅度非常的大 所以等于是说 在这个没有明显的主流的情况底下 我们可以用作一个逢地布局 因为其实不管怎么说 我们还是属于高档震荡的格局 多头架构没有被改变 那你说内资是回补 我认为也是会 短线上我认为这边 其实就是走一个资金的行情 只要走资金行情 只要公司不要出大错的话 我觉得都还是有补涨的空间 所以我们大概在三分钟进广告 也很快速请到顾老师 刚才您提到这些观察的重点 另外就是在整体 农历年前的红包行情投资 是不是有些机会 能够来逢地布局呢 那以红包行情来讲的话 其实现在来说的话 应该是像是比较 这一次有修正过了 这个友达跟这个群创 他们应该还是往上 因为新年的重新点 就是在8K 4K的电视 因为4K 2K是一定是要身为主流 所以说慢慢的在往上推个市代 那表示说这个单位的毛利率 会稍微好一点点 那以这种 其实以这个面板来说 他们是属于高杠杆度 我为什么会讲高杠杆度 那是因为他们的这个 所谓的财务的 financial leverage的部分 其实用的非常的大 那只要有转正的时候 他赚的钱都非常的多 就等于说这些 尤其是以外资来讲 这个都是很好去做一个 就是高流通性 外资还是会在这两 在这个面板身上做一个打断 那再来就是看一下 比如说像是可成 虽然说可成最近也是 上下震的也是非常的快 可是毕竟前一波 他还是有修正过 那至于这个全高的部分 还有一段距离 那以可成来讲的话 其实未来啦 就是说你如果是要走 这个高CP值的 或是高 这个所谓的 要高阶一点点的手机 或平板来说的话 还是会请向于去使用这个所谓的铝合金的机壳的部分 那我认为这波也是一样可以去多加留意 那当然还有一些 比如说像前一阵子比较流行的 或者是前一阵子有在提到的这个所谓的汽车的 汽车零主件车用电子的市场 也可以稍失留意 最近他们的量又开始缩 那因为你汽车零主件车用电子的部分 他们其实理论上都是在2月跟3月份 会开始反映他们的旺季 那因为我们这一次的过年比较晚 然后卡在2月14号到2月20号左右 就等于是说从这个这边来讲的话 他就会有一点点绕高级 可是短线上在前面应该会有一些资金 开始做一个所谓的回补的动作 尤其是像车用电子这个区块 或是说车子的aftermarket的部分 其实因为刚好卡过年 那因为其实你能够报股过年 大概就是这类型的 因为你回头去看一下 比如像车用电子的股价 它是属于横降震荡整理 它也没有做一个突破 那以和大来讲的话 也是如果是它也没有做一个急涨的动作 所以等于是说最近的电子股 如果说不小心 在下个礼拜开始准备做一个震荡休息的时候 就可以回过头来布局这个汽车的部分 那再来就是说 比如说最近的油价准备反弹 那这个态势已经非常的明显 因为这个油价低档 这个美国也受不了 美国的空白也受不了了 所以说最近的这个所谓航运类股 等线上不要去追 那你再加上说树化的部分 也会步入一个旺季 因为树化其实 比如说像台树的部分 它应该还会做一个补涨 可是因为毕竟它是全资股 长的幅度应该不会太大了 所以说针对这个部分 就用二线的树化肋骨 来做一个观察就可以了 比如说像台锯的 或者是说华夏 甚至于说像是亚聚 这些国桥这些都会去考虑 因为毕竟这边如果电子股 稍事休息的时候资金会回来这个传产的部分 那因为传产呢 大致上有一些中小型传产 也不是外置的琢磨 反而是内支 那因为内支我讲过 短线上应该不会有太多的重作 它会回补 但是绝对不会做强力推升 但是因为我们做股票是做长线 不是做一个极短线 因为过年前你想要做极短线 我觉得非常的难 那这边就是开始留意这些族群 那还有一个部分就是电子来做 还有一个族群就是最近才 应该说今天才比较热门一点点 比如说2377的维新 今天就有带量红K棒 这个非常好 它的股价也是属于地上震荡的格局 然后军线的部分也在这个附近 开始做一个纠葛 今天往上顶上去呢 刚好突破了这个所谓的季线 跟月线的部分 我觉得是非常漂亮 因为以电竞笔电来说的话 在今年还是会很有搞头 是属于高保利的产品 那加上说让股价 其实以最近的半导体 或IC设计来说的话 这个维新这类型的个股 它自动它都没什么太大的动作了 因为其实我们台湾的做主机板 不是只有华硕 那其实这样维新 技嘉这些都有 我认为这短线上 应该还会有一些 所谓的表现的空间 好非常感谢资深分析师 顾富仁老师详细的解析 顾老师谢谢 谢谢 以今天收盘位置来看 多头是再度的抢回盘市的掌控权了 收复了5日还有10日局限 但是成交量还是初步来 看到七字头低量的情况依旧 所以说是算是一个小小的败笔 多头要再度挑战9500点 成交量必须要持续的放大 才有机会的 以上是今天的股市晚安报 感谢您的收看 节目最后一同来关心 明天的重大财经预告 我是郭凯 明天见 当哈利遇到沙利 当红天雷遇到时尚笔电 善用工具灵活运用 发挥最大获利 即日起参加红天雷 洋洋得力大方送 就可获得双一品牌笔记型电脑一台 来电速播0223653255 生田药庄高纯度玻尿山面膜 生田药庄 切芹菜不能用均匀头一个枪 这样做多简 港田雷遇宽田十番 抹水安药的港中 使用洋洋洋的产品 就可以轻松沉水 当小企业一起洋洋 用行动来争取水资源 节约用水 最生活的每一天 老公 洗完了泡茶 也好 越洗头越晕 喝茶提醒一下 老公 你声音怪怪的哦 开热水洗澡 四肢无力 有点小兔 好像感冒了耶 老公 我也觉得头会想吐 我们好像一样化碳中毒了 赶快离开 到室外 救命啊 网站还有更多知识 肺炎练球菌 平常可能会潜伏在 人类的皮箱当中 当我们感冒 或者是年运低下的时候 就有可能会引发 清晰性的肺炎练球菌 感染症 你知道吗 在台湾每十二个小时 就有一个人感染 接种肺炎练球菌疫苗 就是最有效的预防方法 黄金双结韵 五站到达安 南四角生活圈 台北时尚 一至三房 29486777 数位机上和让电视有无限可能 现在申请 还有数位机上和免费优惠哦 数位超一顶 生活更happy 病菌的传播总在无意间 下班后享受幸福时光的同时 别让病菌无意间 也危害自己最亲爱的家人 用肥皂勤洗手 守护最亲爱的家人 有啊 有原来哦 我请孕音假啊 蛤 你是喔 哎哟 不是啦 男生也可以申请孕音假和你 孕音真的 我现在跟我的老闆里拍光 还可以行亲生活退步住哦 大臂啦 都退休了 老保来我你年金啊 每个月都再赢耶 我出在耶 你这本工资也逃生耶 要是我去别家做啊 明年我就加薪了 够金 很好啊 安心生活 有人女情我 你看你看 怪奇师娘 十万块帮得好哦 这下子我可以娶老婆啦 哎呦 你不能相信这个 现在移民署规定 包括禁婚一没合不能打广告 也不能要求红包跟礼金 是哦 要选择合法团体 多看几间 仔细比较 要签契约 也要看清楚 婚姻本来就不是用钱买的 是要两人好好来经营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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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still Je t'aime 我爱你